都说女人爱自拍 可凡事总有例外 因为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总是在自拍的时候 在镜头里看到可怕的鬼影 这个女人虽然长得一般 却在颤音APP里混成了网红和小夏一样 她的每条视频都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因此被粉丝们称为千条妹 千条妹突然的到访 让她的闺蜜金姐觉得充满了古怪 爱拍照的妹子居然不敢面对镜头 二来她看到一个奇怪的网址 这是什么 千条妹是在偷偷登陆小电影网站吗 一斗丛生的金姐带着好姐妹回到家中 她哪里知道 刚刚走上二楼的千条妹 就又一次地撞见了诡异的黑影 不知为何伤心落泪的女人 惊恐地发现 她的眼泪竟然横着滑过了眼角 这 这是什么鬼魅出现的征兆啊 想到这里千条妹颤抖地拿出手机 昏暗的画面中 只有远处窗口透出微微的亮光 她强忍心中的恐惧挤出一抹微笑按下快门 一个瘦长的人形出现了 等到千条妹第二次自拍的时候 人形似乎更近了一步 崩溃的妹子退回房间 发了风一样对着空气不断按下快门 可 可是 什么都没有拍到 难道 这个来路不明的鬼魂 只会出现在自拍里吗 凄厉的叫喊声 从楼上传来 金姐连忙赶去查看 房间里 什么人都没有 只有千条妹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 家庭医生开出脊肤药方后 叮嘱金姐 你这个小姐妹似乎得了一种怪病 我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等她苏醒后再说吧 没过多久 金姐手机上收到了短信 她高兴地冲进房间 然后呆住了 千条妹依旧睡死在床榻之中 就连手机也是在床底发现的 那刚才的短信是谁发的呢 金姐还没想明白 怪事再一次发生了 她点开千条妹发来的语音信息 里面传来的却是嘈杂的噪音 她推开房门 果然千条妹仍在昏睡中 如此灵异的现象 让金姐细思极恐 这到底是怎么了 入夜时分 房间里的阴气变得越加凝重 刚刚躺下的金姐看到屏幕被点亮了 小视频中出现了千条妹的模样 谁 是谁在给她拍视频 吓到寒毛倒数的金姐拿着水果刀在昏暗的房间里摸索 偌大的房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刺激而动 然而金姐什么都没有找到 一场虚惊后 她只好向网友马克求助 马克告诉她 你可能真的遇到鬼了 搞不好你家里是住了什么脏东西 脏东西难道是 头皮发麻的金姐赶紧搜索千条妹的消息 发现网页里跳出的居然是 网红千条妹离奇死亡的新闻 什么 千条妹死了 那住在我楼上的女人又是谁 难道她这两天以来都是和死人同居吗 金姐冲进了房间 掀开被子查看 千条妹微热的身体 以及安详的面容 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具凉透了的尸体 等等 这是什么 金姐低头一看 双手不知何时沾满了鲜血 按照马克的说法 在千条妹身上发生的种种怪事 很可能都和那个王子有关 那串英文背后 指向的是互联网的法外之地 暗网 管不住好奇心的金姐点开了链接 一张张照片在她眼前闪过 被害人的恶作剧 惊出一身冷汗后 金姐接到了一通电话 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你能感觉到吗 独自在家的时候 有另一个存在 躲在你的身后 不信邪的金姐刚一转身就看到千条妹如厉鬼一样笑着看着她 是幻觉还是真的 已经被吓破胆的金姐只好再次请教马克 而男人则认为只有在千条妹最后一条视频里才能找到真相 视频里千条妹扭曲的表情让自拍画面显得分外猙獰 这个女人不断重复一句话 千万不要看我这段视频 否则会有邪恶的东西缠上你 这 可是 我已经看了呀 金姐此时再后悔 已经太迟了 午夜梦回 之间披着长发的千条妹慢慢的从天花板上倒垂了下来 如此害人的画面让金姐彻底崩溃了 她终于想起了早该做的一件事 送千条妹去医院抢救 可是医院却告诉金姐你们为什么要送一具尸体过来 金姐哆哆嗦嗦地回到家 她以为送走了鬼魅一般的千条妹 却没有料到那个来自暗网的电话男早已躲在了家中 在电话男的坦白中被吊在半空中的金姐得知了事件的真相 一个精神病学的医生在研究某位死球的过程中触发了恶灵 从此以后这个恶灵就四处流窜 附身在那些心里变态的人身上 特别是喜欢访问暗网的那些伪君子 而千条妹就是其中一位 那么当金姐真的在镜头中看到了恶魔 阳光温暖的午后又是一场梦境 金姐和马克再次重逢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 不 他们其实都已经死了 老司机想说 地狱自拍最恐怖的地方不是一惊一乍的鬼 而是看完之后 我才发现这根本就是一部看不懂的大浪片 我想不通 为什么鬼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也想不通千条妹到底是生还是死 我更想不通为何我要浪费生命 去看这样一部电影 不 我想明白了 老司机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可爱的粉丝们吗 快 别忙着自拍了 快点给我点个赞 加关注吧